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国家税务总局消息 自2021年6月1日起 全面推行财产和行为税合并申报 据退役军人事务部消息 2018年以来 全国已建立从国家稻村居6级退役军人服务机构64.29万个 帮扶援助困难退役军人90余万名 协助30多万名退役军人就业创业 截至4月16日 31个省 自治区 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累计报告 接种新冠病毒疫苗 一亿8736.8万剂次 下面是一组社会新闻 国务院安委办日前对贵州省毕节市人民政府进行安全生产约谈 自4月19日零时起 上海市根据知情 同意自愿原则 将在户居住台包中的适龄人群 18岁至75岁纳入国产疫苗接种人群范围 台湾花莲地检署16日宣布 台铁泰鲁格号列车脱轨事故侦查终结 一过失致死等罪 起诉工程车司机李一响等人 17日 济广高速发生三车追尾事故 导致4人死亡 目前 肇事驾驶员已被控制 事故原因正在调查处理中 17日 山西太原市兴安化工厂发生爆炸 造成两人遇难 三人失联 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中国石化近日宣布 将利用全国3万多座加油站盲点 统筹布局充换电业务 计划在十四五期间建设5000座充换电站 中央气象台预计 17日夜间至18日 湖南中南部 华南中西部 云南东南部等地有中道大雨 局地暴雨 并伴有短时强降水或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下面是一组国际报道 俄罗斯外交部17日宣布 要求乌克兰驻圣彼得堡总领馆领事索索纽克 自4月19日起的72小时内离开俄罗斯 16日 索索纽克被俄联邦安全局拘留数小时 原因是企图获取俄联邦安全局和执法部门数据库的内部信息 针对俄罗斯拘留乌克兰驻圣彼得堡领事的行为 乌克兰外交部已要求俄罗斯驻基辅大使馆的高级外交官离境 据印度卫生部17日数据 过去24小时 印度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34,692例 再次达到新高 同时也是这一数据连续第三天保持在20万例以上 当地时间16日 哥伦比亚国家卫生研究院通报 英国报告的变异新冠病毒已在哥境内传播 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劳尔卡斯特罗16日表示 将正是卸任党的最高领导人职务 将国家领导权移交给有准备 有经验 坚守革命原则的新一批领导人 据蒙古国苏赫巴托省省长办公厅17日消息 在暴风雪中失踪的10名牧民和6400多头牲畜已全部获救 感谢关注央视新闻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 请在文章结尾处为我们点亮再看 我们明天早上见 明天早上见 明天早上见